耳巴衝突,日前就发生了一件大家都觉得很气愤的事 哎,经常都是这样 6月6号,耳军对加沙地带的中部 鲁塞·莱特·兰文营的一所学校发动袭击 你看到现场一片狼藉,这幅图可以看到 明知那里是难民营的学校都要襲击 结果就导致30人死亡,至少30人死亡 以色列军队是承认的,他说是,我是炸学校 我是炸你的学校,因为这个学校是哈马斯的指挥中心 他回应就是这样 当然哈马斯那里就说,贤责这次乙军 襲击是一个可怕的屠杀 静且否认哈马斯以这个学校做掩饰 隐藏他的指挥所 各说各话 但是如果,平心而论 如果你作为一个战士当中 你明知道那里是学校 是有学生 但是你收到情报 你就说那里是哈马斯的指挥中心 那你应不应该炸呢? 炸的话,你就是预料炸死学生 预料炸死学生 也要相信情报 就说那里是指挥中心 希望可以同时间杀死学生之余 也可以杀死哈马斯的指挥中心里的人 是不是这样的邏輯呢? 这个就是他现在以色列军队的邏輯 那如果真的说真的 如果你明知道那里是学校 他的意思就是炸了才算 炸了可能那里是哈马斯的指挥中心 也不一定 但是总之呢 情报说那里是指挥中心 所以就不要管了 总之炸了先 学生死 学生死 学生的事 他的目的就是要 要信他的情报 要炸哈马斯的指挥所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大件事了 什么都炸就可以了 我知道那里是难民营 我觉得难民营里面有哈马斯的人 那我就炸了 是的,我预了会炸死难民 但是情报告诉我 那里难民当中隐藏了哈马斯的指挥官 所以我就炸他了 哇,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是大件事了 什么都炸就可以了 医院也炸 所以现在你的意识是医院也炸了 难民营里面的难民排队 拿着食物也炸了 学校也炸了 联合国或者一些救援组织的人 那些车队也炸了 只要每一次他用一个借口说 我怀疑里面有哈马斯的人 那他就可以炸了 那这个就是现在那个问题的所在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美国大学的学生出来示威 就是看到这些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看到以色列军队 又是说一件事 犹太人 犹太人当年被德国纳粹杀了600万 这是一个世纪的惨剧 大家都当时可能很同情犹太人 为什么纳粹要杀犹太人呢 但是今时今日呢 你犹太人 以色列人 就要在加沙将巴勒斯坦人灭绝 那个态度就是这样 还不理那些地方有没有真真正正正 是有哈马斯的人 你也要照射 总之炸死难民 炸死学生 炸死儿童 炸死婦女 他对杜吉觉得是没事的 反正他认为巴勒斯坦人 你现在里面有哈马斯激进分子 总之匿藏在你们当中我就炸你了 这个逻辑也非常恐怖 更恐怖的是CNN 今次说的公道话 CNN说什么呢? CNN就报道分析这个爆炸 今次的结果 以色列这次的襲击应该是使用 美制的GBU-39小直径炸弹 简称SDB 原来以色列军队已经在5月26日 大概两三星期前 已经用过这个美制的GBU-39小直径炸弹 对加沙地带南部拉法的一处烂纹 发动空袭 即是以色列 乱炸弹 结果被CNN揭发到 今次做一些公道事情 就揭发到以色列军队用美制炸弹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就说 你问我 你问我 以色列军队是否用美国的炸弹 你应该不要问我 你应该去问以色列的政府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就这样回答 他说美国一直都就这次集击和以色列保持联系 以色列就是向美国透露了他们公开表示的内容 没有进一步内容 他说以色列政府将会公布更多的讯息 美国希望这些讯息能够完全透明 即是说了没有说 CNN记者问他 你知不知道以色列军队用你这种炸弹去炸死难民 炸死学校的学生 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说 我 我不知道 他以色列说的东西 他说的东西 大家公开说的东西 你也知道这么多 我也知道这么多 会查的 会查多些 希望会多些讯息 那以色列是否用美国的炸弹去炸 纽约时报也说一些公道说话 纽约时报也说 美国的官员近来一直敦促以色列使用这种炸弹 原来他说 这个所谓小直径炸弹 算是没有那么大杀伤力的武器 所以美国官员是指示以色列使用这些炸弹去攻击 因为他说这些炸弹可以减少平均的伤亡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说 用这个GPU-39小直径炸弹就会减少伤亡 炸弹就是炸弹 炸了下去一定会有伤亡 现在已经死了超过30人了 30人不是人命吗? 30人就是所谓减少平民伤亡吗? 这个绝对不是 可能美国的意思就是 我已经叫他用小炸弹了 如果他用大炸弹就不是死30人那么少了 这样的邏輯 不过今次CNN和《纽约时报》都照报导了 也算是说一些公道说话 公开透明一点 但是以色列现在这样的行径 在美国支持之下 相信美国大学生的示威活动 将会越来越激烈 也希望真的可以和平谈判到结束 不要再是这样了 但是真的挺难的 正如中国一直说的立场 希望是两国 将来是会有两个国家 不单是有以色列 是会有巴勒斯坦国 希望巴勒斯坦人可以立到国 这个长达了几十年 自1947年开始的尾巴冲突 希望可以画上句号 接着说到最后一个话题 近日又有另一个话题 大家谈论了很多 就是李同昨天也说过 就是中吉乌铁路 为什么今天又说呢? 就是想详细一点 说完历史 中国吉尔吉斯 以及乌兹别克 这个铁路 原来是谈了27年 为什么搞了27年都没搞好呢? 6月6日 首先说回前日 中吉乌铁路项目 三个政府 三个国家的政府 协定签止仪式 在北京进行 三国元首 祝贺协定签署 标志着中吉乌铁路 说了这么久 终于由设想变造现实 事实上1997年 当时中国吉尔吉斯 和乌兹别克三个国家 已经说要贯通三个国家的铁路项目 当时1997年已经签了备忘录了 这个铁路由中国的新疆客集开始 你看到这条路是穿过吉尔吉斯 其实大部分的铁路都穿过吉尔吉斯 中国境内的部分长166千米 吉尔吉斯的境内长达577千米 所以是相对短的 所以整个路线 其实大部分是吉尔吉斯 正正因为吉尔吉斯 这个国家的阻撓 令到中吉乌铁路讨论了27年 现在才能够讨论 吉尔吉斯国内的政治环境 比较动荡 频频变换领导人 所以一个领导人说了算数 下一个领导人一换 所以中吉乌铁路先保持住 第一个原因就是和吉尔吉斯的政权不稳 一换领导人就不谈置了 拖到现在 现在为什么又有转机呢 再谈谈其他原因 谈谈其他原因 为什么铁路拖了27年 第二个原因 你看到铁路 大部分577千米都在吉尔吉斯里面 境内 其实当要建立铁路的时候 吉尔吉斯要负责他们 本身国家的路段 的资金 是吧 那么长的大部分资金 都应该是吉尔吉斯自己出 如果国家出不了的话 或者是想办法借钱 资金是一个问题 可能现在资金开始解决到了 或者也是有机会中国帮忙 找一些 找一些 policy bank 或者亚洲基建 借钱给他们 希望可以解决到融资的问题 相信这是第二个困难 现在是有机会解决到的 第三个困难 就是为什么一直拖了这么久 就是吉尔吉斯觉得 这条铁路 虽然是由中国贯通吉尔吉斯 但是最终的受位就是乌兹别克 他觉得不想亚乌兹别克 而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 一直都在边境上有争拗 边境方面 还有种族方面 大家都有不同种族 又有争拗 所以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 就不太妥 所以你说整条铁路贯穿吉尔吉斯 去到乌兹别克 益了乌兹别克和中国的贸易 就变成吉尔吉斯 有些人的想法就这么闻失 其实贯穿一条铁路 贯穿吉尔吉斯 可以在中国打通 由中国西面去中亚 然后再去欧洲这个运输 你经过吉尔吉斯 吉尔吉斯也肯定有好处 怎会没有好处 就是中国的贸易又快了 欧洲的贸易又快了 或者你去欧洲的贸易又快了 出口 那一定是有互为互利 怎会说只是这个铁路 去到乌兹别克的终点 便益了乌兹别克 这个一定不是 所以这个想法 就令到吉尔吉斯 保持这个铁路 过去27年 有三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原来吉尔吉斯 一直都想建一条南向北的铁路 南向北是上面去哪里 上面去哈萨克 然后哈萨克 再去俄罗斯 一提到俄罗斯 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一直想建一条铁路 就是由俄罗斯去哈萨克 然后去吉尔吉斯 再去欧洲其他地方 但是这条铁路 第一就是北边有山 有山物 就比较困难 其实在起南和南北贯通 就最好了 所以俄罗斯一直都反对 东向西 希望建一条南向北 又由俄罗斯贯通哈萨克 到吉尔吉斯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改变了 俄罗斯觉得 不是啊 我现在和中国的关系好了 和中国的贸易很频繁 其实中国如果在西部 打通铁路 由东向西都可以 所以最近最重要的一点 为什么可以通得到呢 就是俄罗斯是同意 同意吉尔吉斯 这样和中国 以前俄罗斯不同意的 因为俄罗斯想自己 建一条铁路 由北向南去吉尔吉斯 但是俄罗斯改变了 就觉得不好了 你由东至西建一条 没有问题 将来再谈 由北至南建一条 都没有问题 因为多建一条铁路 一条是南 一条是东西贯通 一条是南北贯通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肯定是更加好的 对中国去欧洲的运输 或者俄罗斯去欧洲的运输 肯定是有帮助的 而且俄罗斯也没有那么紧张 没有以前那么紧张 以前很紧张 就是说我要弄一条铁路 直接去吉尔吉斯 又去欧洲 但是现在俄罗斯和欧洲 全面 还弄什么东西去欧洲 欧洲 可能俄罗斯和欧洲的贸易 可能会很长时间都不会复苏 就算真的整一条铁路 去贯通吉尔吉斯 再去欧洲 也未必有好处 因为欧洲也不买俄罗斯的东西 所以最实在的就是 俄罗斯可能通过中国 由中国运一些物资去欧洲更好 或者索性不跟欧洲做生意 俄罗斯直接跟中国做多些生意 或者再去东盟那边 或者再去中亚 中亚再去中东 就是去中东比较好 不要去欧洲 变成整个局势有些不同了 那几个因素 就是这样的条件改变之下 促成了中吉乌铁路 终于经过27年 拼得好 那现在应该是开工的了 那全场523公里 其中中国境内213公里 吉尔吉斯260公里 就是欧洲别克50公里 所以 刚才说错了 不是有577公里 是全场577公里 吉尔吉斯境内有260公里 中国有213公里 那也是吉尔吉斯最长 260公里 也是吉尔吉斯最长 那将来如果建好这条铁路 就可以了 中国由运输货物到欧洲和中东 是最短的路程 因为货物的运输路程和现在比较 是缩短了900公里 时间是折散了7至8天 因为现在也有一条中欧铁路 那就是 如果起码这条就正了 就是由中国运输货到欧洲是最短的路 有一个大的一个项目 是有机会落成 这也是一带一路重点的其中一个项目 这是日前的签议仪式 这个就是 2022年10月 狩猎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 在上合组织国际物流国际货运班 2022年10月已经有发车 那时候呢 就是在江苏联运港那里 去运输 也有铁路是运输的 但是 应该不是快速 还有可能要转接很多 但是现在呢 整了这条新的将来 由客乘过去 又不同了 这条路是缩短很多了 有一个很大的工程 搞定 去码 那就 还有什么想说 想说一说 差不多了 时间差不多 也提提大家 今天呢 星期六呢 就是 现在香港马会转跑黄昏马 因为天气热 黄昏马就下午四点开始 所以今天呢 就是星期六 下午四点开始跑黄昏马 大家会问 咦 为什么会是星期六呢 不是星期日跑马吗 明天呢 就是父亲节 每年六月第三个星期日呢 就是父亲节 每年五月第二个星期日 是母亲节 母亲节过了 明天就是父亲节 六月第三个星期日 那么 马会都挺懂得做的 父亲节就不偏牌跑马 等爹地可以陪在家 提早一日星期六今天跑马 明天呢 各位就可以和爹地去喝茶 聊聊天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都有视频看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如果有关订阅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在香港办公时间 自电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制作内容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订阅石楼台 有你的支持 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 多谢大家